我刷到了得有几百条这样的评论 甚至有人拿我跟一些什么余华一样的文学大师来做对比 我都觉得就是不能拿我这样的东西来去侮辱这些名家的作品 我妈一遍一遍地看了视频 我估计昨天她一天你看了几十遍吧 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 反正都是哭得不得了 因为我没有团队 拍摄的话是我跟我媳妇一块拍的 文案的话是我自己写的 然后我用了两晚上的时间就写出来了 冲的初衷就是就很多年了 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吧 一直想表达一下 我是完全没有一丁点想到她活 她觉得只有明星才可以拍视频 然后后来我一跟她说 我说有可能对我的一些学生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 然后她就同意了 我的意思是说把这个视频拿到的这个激励 无论这个激励最后是多少钱 我们就给三千块钱给二舅 事实上我还删改了一些 其实是听上去更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东西 因为我不想搞得过于一惊一乍了 然后文案很多人说写的很好 甚至有人拿我跟一些什么渝华一样的文学大师来做对比 我刷到了得有几百条这样的评论词 我就觉得就是不能拿我这样的东西来去侮辱这些名家的作品 二舅这个东西其实让我收获得最大的就是 就是我感觉我有点认可我自己了 二舅这个视频爆火了之后 我是完全不会趁热打铁 我再去找一个人去农村接着采访 我这三十年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二舅 我不知道在上哪去找这样的故事 接下来我还会去做各种神神奇奇的各种各样的选题 事实求是的来讲 我觉得二舅的故事可能撑不起一个九十分钟时长的一个电影 所以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二舅住在哪个村子里面 不想让任何人找到他 我就希望他安静 因为他不是一个喜欢侃侃而谈在大家里面吹牛的人 我觉得这会让他变得不自的 就是花为开拳 月为圆